朋友们大家好 这期呢我们又见面了 这期我想跟咱们朋友们聊一聊 关于现在市场上非常非常火的一款产品 就是 亚磷酸甲 好多咱们农户就是在购买这个亚磷酸甲的时候 有些人会给你介绍 它是可以代替零酸二氢甲的 也有些会给你说它是一款杀菌剂 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今天我们来进行一个 揭秘 亚磷酸甲的里面还有 将近60个甲 同时又还有将近50个磷 可以说是一款 高磷和高甲的一款肥料 另外呢 它是不是一款杀菌剂呢 在欧美的一些发达国家呀 在农业上实际上原来登记的 就是一些这个杀菌剂 亚磷酸甲到底能不能够杀菌呢 实际上亚磷酸甲它并不会直接的进行杀菌 也就是说它产生了亚磷酸以后 那么这些包子它就不适合 这样的一个生存环境呢 它是也就是说只能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 而并不能有一个治疗的作用 所以说咱们平常发生一些真菌性的病害 或者是细菌性的一个病害的时候 简介咱们朋友们呢 还是要去配合杀菌剂 只能说是把这个亚磷酸甲作为一种辅助 一般我在使用亚磷酸甲的时候呢 我是单独把它作为一种 这个高磷高甲肥 来和农药进行混用的 包括微量元素肥来进行混用的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吧